大家好,我是Den Kuara报终于通过了 去年12月17号 离婚十多年来没有支付一次养育费 也没有来看Kuara兄妹的生物 向法院要求了Kuara一半的财产 并最终与Kuara的爸爸哥哥 以6比4的比率分割了财产 丢弃Kuara的生物 成功地拿走了Kuara40%的遗产 因为之前也有过村里的事情 所以韩国网友们都非常愤怒 纷纷请愿对于没有履行养育责任的直系亲属 无法继承财产的法案 也就是Kuara法 结果在4月27号的国务会议确定了 继承权丧尸制度 继承权丧尸制度就是 如果法律继承人对于亡者有违反拆养义务 犯下重大犯罪行为 虐待等的时候 可以提交丧尸继承权的申请 并排除继承资格的制度 简单的说就是 像Kuara生母这样没有尽养育责任的亲属 以后就很难这么不要脸了 很好 做得很好 既然丢了 那个时候关系就结束了 还这么不要脸 就算不是Kuara也早该做这种法律了 丢弃子女的人 丢弃父母的人 可以成为继承人 本来就不合常理 这又有什么用呢 生Kuara的那个女人还是照样拿钱走了 不能这么说 为了防止第二个第三个 不 还没有被公开的千千万万个被遗弃的孩子们 现在能有这种制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5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们 Shupertake第七季出生的Shineo 将在5月1号以新去回归 Shupertaker也曾 将在5月3号 以个人第四章迷女专辑回归 在去年12月7号 蒙尼退伍后 全员都完成兵役的highlight 将在5月3号以新去Bronn的回归 歌手片 将在5月4号 以改编2001年 女团Kiss发表的 尤加尼克回归 Truth神通 将在5月5号 韩武儿童节发表新去 Nemonso 却我 歌手Elly 将在5月7号以新专辑Lovin回归 5月9号 歌手Shune 将以新曲Blue回归 ACITY DREAM 将在5月10号以第一张中尾专辑Bat回归 去年以サイジャックスレッサー トルピン 连续获得成功的ウマイガー 将在5月10号以第8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Don Don Dance 回归 5月11号 Wonus 将以第5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Black Mirror 回归 继小分队Chukumi 后 5月12号 Vuji Sonia 将再推出由队长Axi Bona Toda 四人所组成的小分队 Vuji Sonia トップレイ 新人女团Pixi 将在5月19号以新迷你专辑Blavery回归 情歌 黄太子Sung Higel 将在5月20号以新专辑回归 新人女团Bling Bling Bling 将在5月20号以新专辑Contrast回归 旁摊 三天胆 将在5月21号以轻快舞曲风格的数位单曲Bottle 回归 这首歌是继Dynamite的旁摊第二首全英文歌曲 在发表单曲之后6月也会发行包括收录Poto的新专辑 所以 好高兴 Tomoto by 2K的将在5月31号以第二张正规专辑混沌内奖Prize回归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وجin 订阅 字幕 字幕 者 吗 此夾 宝费 分享 字幕 者 杨茜茜 Ostrom 字幕 者 杨茜茜 解决 字幕 者 杨茜茜 黄太子 杨茜 茜茜 記 字幕 字幕 者 杨茜茜 杨茜 韩 字幕 字幕 者 杨茜茜 那时 杨茜茜 冢 字幕 者 杨茜茜 Nejhearted 词 Jang茜茜 词 字幕 字幕 者 杨茜 费 蟹 蟹 煉 轻 Ну engagement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